欢迎收到屈机TV 我是你的屈机主播周杰盈 7月15号 很多外媒都讲到关于出口转来销的报道 外媒引述南华早播的消息说 在中美的一场新裔对新裔的模型对抗中 中国胜出 6月份的学术期刊 雷达与对抗中 第一次看到当时中国和美国 在南海爆发电子战的细节 雷达专家刘尚福就说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 面对着中国航母 和包括055在内的护航战艦 他们迅速出动了一架EA-18G 刨敲者电子战飞机 当时负责指挥的是 美国电子战指挥官傅尔达 这件事直接搞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将卡尔文森号航母上的电子 以攻击中队指挥官炒了鱿鱼 当时美国军队就说 理由就是他们对这个指挥官的指挥能力 已经没了信心 这件事我们就看到了 当时发生在南海的中美电子大战 尤其是055导弹驱逐艦的技术 性能方面是压制和优异表现 即是向美国人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心理阴影 055追着美军的航母来跑已经是人尽皆知 英击21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大家有所不知的是 055在美军航母面前可以拿到这么强大的优势 并不是完全因为英击21 而是你完全看不到的体系作战的威力 还有背后的电子战的能力 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讲 中美南海电子战真相大霸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WedKTV 留言赞同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曾经可视 美军凭他们强大的电子战能力 在战场上拿尽优势 先进的技术 令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地干扰和压得到敌方的雷达 制造假目标扰乱敌方的判断 甚至令对手的雷达系统完全失效 在比较早期的较量中 美军就是凭这种不对等的优势 为我们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近几年 随着中国在军事科技领域的 持续投入和快速发展 中国电子战能力已经全面 全面 level up 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看回报道 中国已经成功研制出能够有效对抗美军电子战机的先进雷达系统 还在实战演习里面展现出强大的对抗能力 今次我们要讲的这件事发生在2023年 在那时的12月 美国海军以对指挥能力失去信心为由 解除了卡尔文森号CVN-70 航母战斗群第136电子战中队 VAQ-136指挥官富尔特的职务 还紧急调派了另一个电子战军官 保罗里特去做接替 富尔特其实是2023年1月才担任136电子战中队的中队长 到12月这么短时间就被人不光彩地炒了油 还要是在发生卡尔文森号航母 进了南海活动没来之后 当时这件事也引发了很多人的联想 普遍的猜测就是 美国海军在南海和我们对抗的过程中就吃了底 搞到富尔特被人炒油 不过是哪一支部队令到美国的航母吃了底 总说纷纹 当时主要的说法是签16D 不过富尔特被炒半个月之后 05刑驱逐南南昌号就被授予时代皆无的称号 这一场对抗就在这个位露出了断崖 南昌岚只可以在和平时期获得了时代皆无这么大的荣誉呢 有权威媒体消息就说 主要是这艘不怕强敌 以一艦单挑美国整支航母片队维会了国家主权 展现出新时代我军威武之士英勇善战的气概 南昌早报就对外媒展示了一些影片 播放了两架美国海军战机低空略过南昌号驱逐舰的画面 大家普遍认为其中一架是炮烤者EA-18G电子战机 正部署在卡尔文森红母上的第136电子战中队 警案媒体之所以再去报道这件事 一是因为前排有传中美在南海再次发生激烈的电子对抗 搞到菲律宾北部的GPS失灵 通讯和电视都中断了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第二就是据称跟其有关的电子战专业期刊上面 刊登了海军舰艇如何对抗EA-18G电子战飞机的学术研究成果 据问军舰能够在对抗EA-18G电子战飞机里取得优势 关键是军舰的雷达、通讯和电子对抗设备用到了人工智能 即AI技术 研究成果显示 能够自我感知电池环境 随意组合发射和接收设计 智能处理和电池资源调度的电子对抗智能系统 可以充分地发挥到不同的传感器、通讯系统 和电子对抗设备性能的智能管理系统 它可以很明显地增强平台信息对抗控制能力 由战术角度合理调度分配资源 为获得制电池权赢得胜利 听起来很复杂 在说什么呢? 简单来说 即是我们的军舰上部署了AI管理系统 可以将全国平台全体系统综合来用 从而在和美国的模型电子战里取得优势 说了这么久 到底什么是电子战呢? 我们又简单来说 第一步就是电子压制 第二步就是可以发射导弹进行打击 美军都不敢真开打 为什么又那么喜欢搞什么电子干扰去挑衅我们? 其实电子战基本上就是应对雷达和通讯的战斗 干扰分压制和欺骗两种 电子欺骗就是制造假讯号 就是放流料给对方 收到的讯号全部都是假的 压制就是用一个更强的讯号 去淹没对方发出来的讯号 美军长期用电子战机 电子战机在世界各地搜索各种无线设备 电子设备和雷达工作讯号和使用规律 其实就是想收集这些电子情报 如果美军不再干扰人家 又或者是极限地施压人家 对方又怎可能会无端白洩打开电子设备和雷达 这样美军就收集不到这些关键的电子情报信息 美军要长期大量收集这些电子信号情报 才可以在真的有战争爆发的时候 针对性地做干扰、欺骗和执行到达的精进打击 这次美军最先进的EA18G刨拷者电子战战机 在南海似乎吃了一场败仗 EA18G刨拷者电子战战机最大的优点就是 全方位、全频段、压制政策通讯讯号和电子政策讯号 但是我告一邪、读告一掌 雷达专家刘相夫就说 我军已经研制出人工智能辅助雷达系统 可以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情况 有针对性地快速进行资源处理调度 任意发射和接收 而且我国已经解决了不同电子设备、不同雷达的 二类数据传输和处理问题 所以055级战艦全部的雷达系统和全部不同类型的电子感应系统 终于都可以协同作业 以前美军战机干扰一个雷达或设备都只是对一些个别设备逐个搞 现在就是全部协同了 集体对抗 有效降低了美军的EA-18G 炮烤者电子战机对各种雷达的干扰效率 而电池领域的对抗 比空战、导弹战需要更高的反应能力去做对抗 因为电池波的速度是光速 这种速度就注定了哪一个指挥控制系统反应速度更快、更灵活、更科学 哪一个可以赢得到对抗上的优势 美国海军的EA-18G电子战飞机其实是波音公司做的 它主要是用来做电子干扰 一直都是美军对一些比较小的目标降维打击的利器 它是以FA-18超级大黄风战机为基础平台 可以搭载各种电子战系统 以高功率、全频段、全方位去压制敌方的雷达、侦测和通讯系统 同时它还装备了哈姆反复射导弹 可以硬摧毁正确打击蓝载雷达 是美国空海一体战略中心的核心战斗力 到底有多核心呢? F-35等等的飞机 美国都可以对外出售 但EA-18G电子战飞机 甚至是它的旧一款型号 陪会者EA-6B电子战飞机 美国都落令严禁对外出售 由去年南昌南独自对抗美国航母战斗群不落下风 美军航母EA-18G电子战中队指挥官被解析 去到近期的南海中美隔着菲律宾岛电子大战后 美军撤走提风导弹系统 菲律宾也是严厉叮嘱军方谨慎行事 这个模型领域的能力 有30年前 我们被人在黄海的家门口玩到团团转 来到现在终于越来越值得我们期待和骄傲 南海这个美国的后发院正在超超然发生变化 中国正在展现在这个海域的军事实力和决心 美国航母编队紧急撤离 又暴露出了什么呢 面对中国055大区的亮相 美国海军立刻下令航母编队火速撤离南海 这就是暴露了美军在这个海域的脆弱性 它一旦遇到中国海军的正面攻击 美国航母编队很可能是难以行免 无疑这样会打击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 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两国海上较量的紧张局势 说到未来的南海局势 其实它又会怎样发展下去呢 南海局势的走向将会是未来中美两国博弈的重点 中国正在不断增强在这个海域的军事存在和控制能力 而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现在双方都不愿意让步 南海很可能将会成为两国磨擦升级的潜在引爆点 在未来这里很可能会变成中美两国争夺主导权的一个重要战场 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只要突破了某一个技术 就一定会把它白菜化 即是白炸的大炸奶 国内的所有要求强发射功率的装备 都一定会迎来一轮的大升级 之后的电子战机J16D 各种高新机型和预警机 052D和055的雷达和电子战设备 还有815电子侦察船和各种护卫舰 按机雷达的远程预警雷达等等 在之后的十几年一定会全部大换血 所以现在就轮到美军头痛了 中美电子战技术上都在同一个水准 但攻略上中国就比美军大得多了 同一个级别装备被中国瞄杀美军 或者二少博大走辞 以055电子战设备对抗美军航母战斗群的体系 我们亦是无落下风 另一个是055的天线一体化技术领先全球 电子侦察、电子攻击和电子防御等等的功能 综合到一个系统里面 做到同事工作又不会互相影响 这一点美军就已经做不到 如果各位不信的话 拿一些照片来看看就知道了 美国最新的福特级航母的围杆 它根本跟浪三甲没什么分别 中国的052D和055 还有遼宁难和山东难 还有福建难航母的一体化围杆 看到美军流口水 可能很多外航人看来就觉得 美军的浪三甲威武 但以军迷来看 绝对会明白过中道理 现在的中美遭遇战 美军被斩龙马的机会越来越高 这件事令很多美军的艦长都变得没有信心 例如2023年 美军就有16个艦长被炒友 而大部分理由都是对他们的指挥能力失去信心 就好像弗尔特那样 这位人兄只不过在南海搂了几天就被炒友 其实如果在美军引以为我的加密通讯系统里听到 某方强行切入 看怕换了谁都会崩溃 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以前都好地地 为什么突然间对他们的指挥能力失去信心呢? 答案不言而喻 就是既不如人对自己都无信心 中国解放军都已经去到锋芒不露的程度 想收都收不埋了 我们在这件事里也可以看到 虽然这几年我们国家没有刻意去对外宣传 但在电子战领域里面 应该已经至少达到和美国平起平在的水平 我国会有这种能力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军工科技人员 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开发 而另一方面 和我们自身的起点比较高 也有很大的关系 电子战里面比较重要的有缘相控陣雷达 其实无论是概念还是相应的成品 都是美国人提出和实际应用 在上世纪80年代 美国人率先搞了一个 陆基有缘相控陣雷达阵列 而我国的有缘相控陣雷达的起点 并不是大型化的陆基雷达 而是小型化的机载雷达 因为当时我们和以色列 都有一些相应的合作项目 虽然这个项目最后是以以色列人 出以反议而结束了 但我们国家这次合作中 就获得更加符合未来发展的 基载平台、濫载平台 有缘相控陣雷达技术 而为了保持在电子战领域的优势 美国近年来都不断加大投入 发展新一代电子战技术和装备 例如美国在研制新一代的电子战飞机 高功率、微波武器等等 还很积极地探索人工智能、丁香能技术 在电子领域的应用 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中美两国在电子战领域的竞争 将会一日比一日激烈 它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技术博弈 而双方将会在电子对抗、电子政策、电子攻击等等 多个领域都展开激烈的角色 对中国来说正所谓棍子报仇十年未晚 三十年换了个人间 美国在之后如果还想在南海那里对中国制造麻烦 那我没办法了 等着你们的就只有被我们解放军指握 我们的屈记住博仔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